好久没有吃包子了,今天我包了一锅小笼包,一口一个,儿子一口劲吃了7个,哥哥流汤汁,喜欢呢我们一起来试做吧 300克面粉中加入3克焦膜粉,5克糖,180克温水,搅拌到没有干面粉,下手揉成关华面团,饧发40分钟 葱姜,八角,大料,加开水,泡20分钟备用 肉馅中加入葱姜末,酱油,老抽,蚝油,料酒,黄豆酱一勺,盐13香,鸡精,胡椒粉,搅拌均匀 这个肉馅有点干,咱们把提前泡好的葱姜水,少量多次的加入肉馅中顺着一个方向搅拌 每一次都充分的把水吸收再加入下一次 加入香菇碎,香油,食用油,搅拌均匀,这个馅就调好了,特别香 密封放入冰箱冷藏40分钟,拿出来更会更好包 这次发好的面都是蜂窝状,揉面排气,搓成长条,切分成等份的面筋 每个面筋擀到中间厚,捐薄的面片,放入馅,按照自己的习惯包成包子的形状 放入蒸屁,二次醒发10分钟,水开即时蒸10分钟,焖5分钟出锅 小笼包就做好了,外皮鲜软,里面的馅特别香 喜欢的双机收藏试做吧,感谢大家的支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